在乌克兰地涅博市中心2号的中午是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 附近的教育机构还有幼儿园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幸好导弹来袭的时候 所有的儿童跟学生早就已经逃到避难所来避难 截至晚上地涅博的导弹袭击的受伤人数已经增加到13人 其中5名是儿童 地涅博市中心的导弹袭击发生在白天 教育机构严格执行了疏散要求 保证了儿童的生命和健康 爆炸中心附近的高层建筑有大量窗户被震碎 有行人受伤 路过的汽车也遭到损坏 幸运的是司机没有受到伤害 司机在第一时间拍下了爆炸后的现场视频 4月2日晚间 乌克兰第二大能源企业 戴戴克对外表示 近期遭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企业已丧失了80%的发电能力 公司拥有的6座火电厂中 有5座遭到袭击 受损严重 目前情况非常困难 从其发布的视频中 可以看到一座火力发电厂 在遭到大规模袭击后 操作控制式内部的样子 从3月22日 俄罗斯开始大规模打击乌克兰能源系统 十多天的时间过去了 乌克兰仍有部分地区 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的电力供应 乌克兰官方也禁止发布 袭击造成损失的具体情况 但从流出的信息可以看到 修复被破坏的能源系统 会需要很长时间 凤凰卫视推约记者 李向基辅报道